来咯来咯,杀分了,上海这一夜,30岁白鹿生日首唱会化身最美新娘,惊艳全网,白鹿30岁首唱演唱会诚意满满啊,不止全开卖唱跳,还免费邀请粉丝与之共同走入婚姻的礼堂,是来自偶像剧女王,等默契配合了,白鹿身着一席银色与尾裙亮相,整个造型简直就是童话里走出来的人鱼公主,那闪耀的银色鳞片在灯光下一声灰,仿佛能听到大海的声音, 她的妆容更是绝了,银色眼影配上微微上挑的眼线,瞬间提升了整个造型的高级感,有网友评论说,这哪里是人鱼鸡,简直就是人鱼女王,啊,确实,白鹿这次的造型不仅美,更是美得让人窒息,你知道什么叫惊艳吗?就是当你看到她的那一刻,你会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凉气,然后在心里默默感叹,我的天,这也太美了吧,造型解析,细节满分说到这里,你可能会好奇,这个让人惊艳的造型是怎么诞生的呢? 据说,这次的造型是由知名造型师团队精心打造的,他们选择银色作为主题色,不仅是因为银色代表着高贵和神秘,更是为了呼应白鹿新专辑中的一首主打歌银河宇星辰,服装设计师巧妙地将人鱼元素融入到了群装中,鱼尾的设计不仅突出了白鹿纤细的腰身,还增添了几分梦幻感,而那些闪闪发光的鳞片,你猜是用什么做的? 没错,是由上千颗湿滑落士奇水晶一片片缝制而成的,想象一下,当白鹿走动时,那些水晶在灯光下折射出的光芒,简直就是一场视觉盛宴,妆容方面,化妆师选择了银色眼影作为主打,配上微微上挑的眼线,瞬间提升了整个造型的高级感,发型则采用了湿发造型, 仿佛刚从海里游出来一般,既性感又神秘,有网友调侃道,这造型太绝了,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去看个眼科,因为我的眼睛被闪瞎了,哈哈,这话说的,我都想给这位网友点个赞了,网络反响,热度爆表白鹿这次的造型一经亮相,立刻引爆了全网,各大社交平台上,白鹿银色人鱼鸡,白鹿深途等话题迅速奔上热搜榜,微博上,相关话题的阅读量在短短几小时内就突破了10亿,讨论量更是高达200万加,不少网友纷纷 表示,这哪里是人鱼鸡,简直就是人鱼女王啊,白鹿这次真的是美到让人窒息,太惊艳了,更让人惊讶的是,白鹿的生涂效果竟然比精修图还要惊艳,有网友发布了现场拍摄的照片,照片中的白鹿皮肤白皙透亮,五官精致立体,完全没有任何滤镜加持,却美得让人一不开眼,这不禁让人感叹,这就是传说中的天生励志男子气嘛,白鹿的自然美貌再次证明了真美人不怕生涂这句话,有网友调侃道,看来今年万圣 我知道该怎么打扮了,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美得过白鹿十分之一,哈哈,这位网友的自黑功力也是满风啊,这一次婚纱与粉丝的无人机灯光生日应援结合,可谓是尘爱真诚的人,走到了一起去了,白鹿的首场演唱会弟弟王新月虽然没有来到现场,但也给姐姐送了一整排的花篮,可谓仪式感满满了,姐弟感情是真好啊,这一次白鹿不止有超令人感动的婚纱换装,还准备了多首全开脉唱跳舞台,完全圆了爱豆梦的白梦炎啊,一首你有没有看见一只 小鹿,繁华亮眼的短裙结合大波浪,舞台上的她完全美颜无敌了,虽然唱得有点差强人意,跳得也有点小笨拙,但仰眼就对了,是可爱漂亮的小鹿啊,百变女王换上黑色短裙,这个甩头完全美风了,辣妹分爱豆也是被白鹿完美掌握了,可心可媚,全能演员超百变了,在生日大合照中白鹿的爸爸现身,眼见的网友发现,发现白鹿爸爸的上衣与罗云西所穿上衣是同款, 引起了不少云露CP粉的轰动,余震也是在生日的结尾,一首藏头诗送上祝福,全文内容如下,祝词,余震白云深处,闻思柱露台高柱引前路,生儿不凡,驾玉兔日月同辉,踏星图快约好分,凭借利乐,见青遮过险阻,顶礼百变,心以物分回路转又何如,相分一笑,在千步,见他山巅把仙度,红尘万丈和洛书翻云赋予,生死不天已注定不相复,末了,还说道,虽然过了十二点,但祝福可以再来一 一波并手动爱特了白露,余震不会是个文化人,能自己写词作曲,还能策划修改剧本,在白露的生日之际,当然不会随大流,只会简简单单的说一声,生日快乐,天天开心,这首诗,虽然浅显易懂,每一行的字凑在一起,却瞬间让人嘖嘖称奇,连起来就是,白露,生日快乐,顶分相见,红翻天,网友看后,不仅怒赞,余老师,好文采,啊,每一句看似平平无奇,连在一块却意义非凡, 有了于正老师的抛砖引玉,不少网友分译诗诗信大发,开始纷纷以诗会友,评论区煞诗有了诗词大会现场的记事感,于山于海接文章,老树心芽,意韵长,诗道高虫,人尽养,好分好景,复华章,文思泉涌如江水,采德百花闹蜜糖,飞扬笔墨书千行,面对文采斐然的评论区留言,有部分词穷的网友,则直接喊话,于老师,啥时候,给我也写一首诗啊,毕竟,这样的文笔真的很nice,还有网友提问 于老师,写这首诗,画了多久啊,没想到,于正严谨一概的回复,五分钟,对于于老师的回复,网友又坐不住了,都啥年代了,藏头诗可以直接一键生成,哈哈,评论区真是太好笑了,别说,这些年,于正的文笔颇收好评,他替各大爆红电视剧TV写的歌词,文美又诗意,早些年爱的公养,落花,上山若水,寻落下的声音等,以及到前段时间墨语云间中的几首歌,都成为了爆红的歌曲,真是万万没想到, 曾被人诟病外表油腻的于正,内心竟有着如此细腻的情感,可以将男女之间的花名柳妹,染指华年,倾注在歌词中,让那些美好或遗憾的情感,在一次异曲中,得到最绚烂的印证,于正,不仅能写的一首好词,还特别会打造一个艺人,如今,作为幻玉一姐的白露,在于正的造作下,更是成为如日中天的顶流女艺人之一,两人亦是亦有的情艺,真的是太令人羡慕了,在白露的生日来临之际,于正本想掐桌, 凌晨12点整发祝福,的,结果因为在飞机上,延误了发送,不过,于老师一下飞机,就赶紧行动,不仅给白露送达了生日祝福,还趁机宣传了一波白露已经杀青的新剧《临江仙》,作为大女主,白露近年来,的古装剧,都成为了大爆款,在《临江仙》中,与她搭档的是帅气的曾顺希, 光看这个俊男靓女的CP,就已经很让人期待了,更别提该剧,还是现在主流的仙侠剧题材,各路网友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喊话,期待该剧能够早日开播,让我们一起期待白露未来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, 音乐新篇章,白露转型歌手说到这里,你可能会问,白露不是演员吗,怎么突然开始唱歌了,别急,听我给你八一八,其实,这次活动不仅是白露造型的惊艳亮相,更是她音乐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,没错,咱们的白露小姐姐要转型做歌手啦,她的首张音乐专辑《星河与你》包含了十首原创歌曲,涵盖了流行,电子等多种风格,其中,朱打歌《银河与星辰》更是由知名音乐人量身打造,据说歌词中, 运航了白露对演艺事业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期许,由业内人士评价说,白露的音乐作品虽然还有进步空间,但已经展现出了不俗的潜力,她的声音轻量动人,唱功也在不断进步,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,她在音乐领域的表现会越来越出色,听到这里,你是不是也对白露的歌声充满期待呢,时尚新趋势,人鱼机分潮,白露这次的银色人鱼机造型,不仅是个人形象的突破,更引发了时尚圈的热议,有时尚评论人士表示, 银色元素在2024年的流行趋势中占据重要地位,它既能体现出未来感,又不是优雅和高级,白露这次的造型,可以说是完美诠释了这一趋势,而人鱼机风格,则是近年来备受追捧的一种时尚风格,它融合了童话元素和性感元素,既梦幻又不是成熟魅力,白露的造型无疑将这种风格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,有网友调侃道, 看来今年万圣节,我知道该怎么打扮了,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美得过白露十分之一,哈哈,这位网友的自黑功力也是满分啊,不过,话说回来,你觉得自己能驾驭人鱼机风格吗? 突破与成长,白露的蜕变之路不得不说,白露这次的造型成功,绝不是偶然,它是造型团队深思熟虑的结果,也是白露本人勇于尝试,不断突破的体现,从清晨玉女到性感人鱼,白露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,一个优秀的演员,就应该有千面万像,回顾白露的演艺生涯,从最初的青春偶像剧到后来的古装剧,再到现在跨界音乐,每一步都显示出他对自我突破的渴望和努力,有粉丝感慨道,看着白露一步步成长, 真的很欣慰,他不仅越来越美,演技也越来越好,现在还要进军音乐圈,真是让人期待啊,确实,在娱乐圈这个大染缸里,能保持初心并不断进步的艺人并不多见,白露的努力和进步,无意给了很多年轻人正能量和鼓舞